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主任陈化宇 助理王玉文 四人都被列为贪污案的被告 而检教呢 他们这一次一共查扣了助理名册 薪资 明细等证物 就是要来厘清高宏安到底有没有用人头来申报助理费 而其实稍早也传出高宏安的父母家也被搜索 根据我们稍早跟地检署来求证 因为高宏安偶尔会到父母家住 所以呢也被列为这是他的居住地点之一 当然也会进行搜索 并没有特别调查出他这个到底是不是他的父母家 而其实呢 这一次陷入诈诈领助理费的案子 高宏安多次公开澄清检调 也目前要就目前的市政来赶紧将增上理清 不过呢 其实根据宪法规定 立委除了现刑犯之外 在会期中没有经过立法院的许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由于目前正在会期中 因此如果检察官要深压高宏安就要先行行文立法院 获得同意之后才能逮捕再向法院申请羁押 好 这一次呢 由于高宏安的身份是立委 搜索地点在立法院 所以北检在搜索前按照规定通知立法院的长官 而是由北检的检察长打给立院的秘书长 而民众党立委说事前毫不知情 新竹市长当选人高宏安涉嫌诈领助理费 检调大动作缤纷发露 搜索多名被告住家和立院办公室 主任有交代什么案情了吗 穿着脸帽外套的男子 就是高宏安办公室主任陈焕宇 全程不发抑郁 检调人员离开时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箱子 里面疑似救世查扣的相关证物 请问今天有拿了什么资料吗 由于搜索地点包含立法院北检一相关规定 事先通知立院秘书长林志佳 当时高宏安的委任律师陈建良 召集在门外讲电话 要进门却被检调人员阻止 除了高宏安之外 他的男友李中庭在案发后首度曝光 和办公室主任陈焕宇 以及有台大十三妹之称 高宏安的助理王玉文都被检调约谈 列为贪污案被告 检调搜索高宏安的办公室 查扣了助理名册 薪资明细 加班费用 还有归意记录等等 要来厘清高宏安到底有没有使用人头申报助理费 高宏安被指控利用前男友等人充当人头申报助理费 甚至将其他助理薪水低薪高报 要求助理把插额上缴工基金 作为个人小金库领用 而高宏安的前办公室主任黄慧文 先前传出握有机密内障 已将证据交由检调 高宏安和男友各请来两位律师辩护 他们都是检察官转任律师 过去专办黑金贪污案件 高宏安深陷涉贪风暴 持续扩大 今天中午地牛翻身 在台湾最高峰玉山 正有登山队在登顶 结果就被落石砸伤了 其中一人砸破头 一人骨折 领队赶紧求救 顺利回到排云山庄 六人登山队在玉山主峰附近遇到了地震 一阵天摇地动之后 忙着确认队友的状况 有人喊脚被压住了好痛 有人趴在栏杆上 铁栏杆被落石砸得东倒西歪 登山客在台湾最高处遇到规模6.2的地震 落石掉下来砸伤人砸毁了铁栏杆 赶紧求救 登山客以玉山主峰封口附近 遭落石急伤 本处马上派两名山庄官员 携带药品前往救援 地点位在距离玉山主峰200公尺处 救难人员带着急救包 从排云山庄赶上山救人 6人当中一名男性山友骨折 现场爆炸固定 还有另一名男性头部被砸伤 先擦药 其余同伴受到惊吓并无大碍 其中还有一名俄罗斯籍的女山友 他们已经快到终点正开心要登顶 突然遇到地震天摇地动起来 遭落石砸伤 回到排云山庄 刚好有一名山友是医师 立即协助减伤 等待后续救援下山 中午的地震阵阵阳在花莲外海 与意外地点直线距离八九十公里 地震全台有感 受伤意外却发生在台湾最高处 玉山阻峰 TBS新闻 陈家贵无熟评 南投报道 时点不一样 但您看到俄罗斯无人机 扶小出击 目标要轰炸机辅 但是乌克兰的军方表示 全数被击落 只有市中心一栋行政楼被碎片击中 四栋大楼是轻微受损 无人受伤 同时也成功保护了首都的电网 也呼吁盟国要提供更多武器 协助乌克兰保护能源的安全 度过冬天 这就是巴赫姆特大战现场 俄军想从巴赫姆特外围往城市里打 但双方苦战三个月 几乎没有进展 反而是俄军在战场后方架设障碍 深怕乌克兰追击 十人俄军部队被炸得四处逃窜 为什么俄罗斯只能派零散步兵出击 因为他们已经被反坦克武器炸到怕了 武军士兵相当清楚 除了西方武器帮大忙 他们还有别的优势 因此俄军选项只剩远程轰炸攻击 基辅周三天还没亮 警报声大作 听到哄哄作响的声音就知道伊朗身风无人机又来了 13架全射下来 民众目睹拦截瞬间 但拦截后落下的无人机碎片还是造成破坏 吉辅防空系统发威 这波拦截率百分百 但赫尔松没那么幸运 飞弹打中当地行政大楼 瞬间浓烟直冒碎片喷飞 好几个楼层被炸裂打通 还有两人不幸死亡 这般疯狂轰炸 主要目的还是让乌克兰人没有电用 乌克兰各地设了这种无敌中心 帐篷串联搭建 配备发电机和暖气 随时收容居民 天主教教宗方济哥 持续关注乌克兰 这次更请求大家耶诞节花少一点捐给乌克兰 毕竟战争损失已经累积到天文数字 每多打一个月 基础建设相关损失就再加68亿美元 乌克兰重建路还没开始走 已经看不到尽头 第一遍新闻最后报道 欧乌战争已经打了快要十个月 冬季有没有机会停战呢 而美国会不会对乌克兰施加压力 对此美国白宫表示 一切都是由泽伦司机决定 更多分析交给记者韦佳琪 乌俄战争开打进入第十个月的时间了 不过现在乌俄都没有要停火的迹象 尤其是俄罗斯摧毁了乌克兰不少能源措施 对乌克兰来讲进入北半球的冬天了 那么当然乌克兰这个冬天不会太好过 但是乌克兰也不会让俄罗斯好过 现在美国就说了 要跟俄罗斯谈判 就交给乌克兰来做决定 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其实现在包括在乌东 甚至是南部大城 都有双方激烈交战 尤其乌俄在顿巴斯地区 还在激战当中 他们说目前看不到迹象 会在这个冬季来停止 那么俄军现在处于是一个防守的状态 那么情势将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乌军是频频进攻施压 希望能够逼退俄军 但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美国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 他现在就讲话了 他说跟俄罗斯的谈判 到底这个战争是不是要告一段落 全部交由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来决定 不过以目前乌俄的局势 看起来如果要停战 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两方要继续走了 而现在进入冬天 乌克兰的能源基础建设 暴受攻击 供水供电供暖 都是积极可危的 美国总统拜登与国防部长奥斯丁 将提供爱国者地对空飞弹防御系统 来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 芬奇就认为了 这一波的军援 可以抵抗无孔不入的无人机 保护乌克兰的领空 形同断了俄罗斯一条手臂 让普京的能源战略失效 快速装填弹药 俄罗斯士兵持续在森林地带 朝乌克兰猛轰 同一时间俄罗斯又公布演习片 这次又找来小老弟白俄罗斯 在雪地中上演大爆破 俄罗斯国防部周三声称 在盾内刺客方向多次击退乌军 只是前线的战况恐怕扑朔迷离 因为另有俄罗斯盾内刺客指挥官 在官媒语出惊人 他说俄罗斯当局意识到资源有限 因此下阶段的升级行动 只有一个就是核武 他还说俄罗斯因为缺乏常规武器 对抗整个北约 所以核武成了唯一的选择 俄罗斯会不会用核武还很难说 但前线士气差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名逃亡的俄兵向CNN描述自身的遭遇 他说自己当初就是被派往 犯下不查屠杀的第64摩托步兵旅 亲耳听见长官下令滥杀 过程中他也目睹俄军 无所不偷甚至对妇女伸出狼爪 而他自己则因为流亡后得与家人分开 忍不住难过掉泪 包含CNN和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为了帮乌克兰抵御俄罗斯 渴望提供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 消息一出也引来克林姆林公反抢 爱国者飞弹是一种地对空防御系统 以爱国者三型来说 作战距离可达160公里 作战高度也有30公里 专门设计应对敌机或是寻衣飞弹 不过造价很可观 加上使用训练少说耗时几个月 也难怪美国一度犹豫不决 不过乌克兰持续受名人加持 曾演出经典一字马广告的老牌动作巨星 尚克劳德范达美最近惊喜现身乌克兰 朝起满点与其他乌军一起喊经典口号 事实上俄罗斯内也有反战声 一名84岁的老人就在墙面绘制 穿着乌克兰国旗配色的女孩图腾 呼吁停战 没想到这幅作品遭强制抹去 老人家还被开罚3.5万卢布 约台币1万6千多块 由于艺术家的父亲和祖父都经历苏联镇压的黑历史 尽管被罚他仍坚持创作表达反战行声 再来看到世俗赛冠军战确定由阿根廷队对上法国队 球迷人认为这是两代的球王射手之争 那么阿根廷的球王梅西对上风头震盛的姆巴佩 上演顶尖对决让人备受期待 而法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队 能不能未免也是一大看点 巴黎凯旋门前涌入密密麻麻的人潮 庆祝法国足球队拿下晋级世俗冠军赛的门票 投降工程尔连德斯开赛后5分钟 其左脚凌空抽射打破摩罗哥门将 在本届赛事中还没被对手进球的记录 让法国带着1比0的领先控制局面 到了下半场刚刚替补上阵的姆阿尼 又把握住门前一次绝强的补球机会 右脚近射破网 为比赛定则在2比0 这下全法国都嗨烦了 我们能说今天晚晚 来晚安 会冰冷冰冷冰 但是öded价俩看着 但是这监控制大选啊 陈远总出来在前面 超纪费4年之后 我们学习的欠战 我們必須贏 我們會贏 兩回合 我認識了 美國和英國 英國和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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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球迷們的興奮不難理解 因為這場勝利 讓法國成為24年來 第一支踢進冠軍賽的衛冕軍 而且許多媒體和球評 也評價法國隊 即便在本澤馬等主力球員 缺陣的情況下 依舊能組成一支實體超群的隊伍 不斷過關斬將 主帥得上的調度本領 絕對要在功勞部中計上一筆 尤其他把格里斯曼 調整到中場的位置 由他發號司令指揮全隊 成功填補了坎特和伯格巴的空缺 帶領隊友打出行雲流水般的攻防轉換 就連法國總統馬克宏 也公開肯定主帥和球員的犧牲奉獻 指揮全球 的确这次冠军赛对两支球队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共同目标都想为国家队史上的第三座冠军杯而努力 在进一步比较分析 阿根廷期待终结36年来的冠军荒 而法国则是企图改写60年来 没有球队可以蝉联冠军的历史 如果缩小到球员的个人荣耀来说 阿根廷要帮梅西议员欠缺世界杯冠军的梦想 而法国方面 伍巴佩则是有机会计黑珍珠比例之后 第二位在24岁以前拿过两次世界杯冠军的球员 只是伍巴佩的愿望能不能实现还有变数 因为国际数据分析机构调查发现 阿根廷正以6个百分点的差距 被看好能在这届世界杯中登上冠军宝座 媒体分析 对冠军杯如此渴望的阿根廷队 整体状况比起前两届来说 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 因为以往的阿根廷总是看到 梅西一个人孤零零的独撑大局 既要扮演攻击箭头 又要忙着分球传导 即便其他队友偶有贡献 也多是沾沾酱油打打下手而已 但是这一届阿根廷真正的融为一体 成为一支团结的国家队 这是梅西显为人知的故事 对阿根廷人来说 梅西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绝对有资格获得世界杯冠军的荣誉 但是对已然崛起的新世代法国队来说 撰写历史新叶同样责无旁贷 无论如何即将到来的冠军赛 会是两队为荣誉而战的一次史诗对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这一次世足赛的大黑马 也就是摩洛哥队了 不仅是非洲之光 也是大爆冷门 不过可惜准决赛败给了法国队 痛失了冠军赛的门票 而赛后摩洛哥的队员们 他们在草坪上面五体投地 跪下集体感谢阿拉 谦虚的态度也赢得了球迷的敬重 虽然遗憾输球 但是摩洛哥已经写下了 非洲球队的世足赛 最佳队史 回到下榻饭店前 摩洛哥球员和教练团 搭着肩又跳又叫 答谢球迷让现场嗨翻了 球迷杀到饭店外 等心目中的国家队英雄 高声庆祝 因为在球迷新中 这次亚特拉斯雄狮 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可以说是非洲之光 就连在饭店内 都还做了球员的人形立牌 大家嗨的拿起手机猛拍 气球国旗满场飞 就像是庆功趴一样 正中间特制的纪念物 记录下摩洛哥这次世足的 辉煌战机 击败了葡萄牙 比利时 西班牙 加拿大 一路勇闯四强战 不仅留到最后 对上未免的法国 也毫不逊色 当家主将 哈凯米 和自己在巴黎 圣日耳曼的队友 法国的姆巴佩 一路激战缠斗 只可惜 在比赛开场五分钟内 就被率先破门 杀得摩洛哥 措手不及 一开赛就落后 让摩洛哥得改变策略强攻 摩洛哥七号王牌 哈欺姆执 平平在右路发动进攻 但可惜都没能得分 球迷真的是无法淡定 几波攻势就差这么 临门一脚 中后为亚密开上演了 每季倒挂金钩 可惜中注 最后以0比2的成绩 败给法国 主教哈欺姆一家 是摩洛哥定居西班牙的移民 他的爸爸还被大使馆 招待在马德里看球 隔空为儿子加油 不止在西班牙 巴黎 比利时 伦敦 葡萄牙 都有大批球迷 来为摩洛哥加油 会这样和摩洛哥的 地理位置和国情有关 位在北非 又和欧洲只有一海之隔 大量的摩洛哥移民遍布欧洲 而摩洛哥又是伊斯兰国家 赛后球员们以跪姿 头脸贴地 感谢真主的这一幕 更是赢得了伊斯兰世界的心 甚至就连在巴勒斯坦都有帮摩洛哥加油的庆祝大会 可以说是这次最具影响力的队伍 现在摩洛哥要和克罗埃西亚争继军 两国球迷看来都是心满意足 不过两队其实在这一次的士卒刚开始的时候 小组赛就曾经交手过 当时是合局收场 这一次得分个高下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不过足球场上淘汰赛 如果在延长赛没有办法分胜负 就会进入到12码的PK大赛 这可攸关的攻守双方的抗压力 教练说12码点球因为反应的时间很短 所以守门员相当于赌博式的飞扑 相当考验运气 面对门将一决胜负 足球场上常见的PK赛 是决定球赛输赢关键 不仅考验球员的技巧 更考验着攻守双方心理的抗压能力 PK点球每一球都很关键 由于在场上更是考验射手跟门将的心理战 那现在小岚就要亲自来体验一下点球的感觉 哎呦 面对大专联赛亚军球队名传大学 记者小岚只有国小练过足球 萨卡妙味刚呼 当然很难踢破专业门将 更横况PK战 讲究更多元的技巧 以及双方心理战 看起来短短的12码距离 攻守之间变化多端 我的心态就是 只要让我猜对边 我就想守到这颗球 对 因为现在12码基本上就是 赌一边去扑嘛 然后我就是想要练到 只要让我赌对边 我就要扑到这颗球 如果我们的队友是第一个发点球的话 如果他们踢进的话 对我们守门来说 当然也是一个 比较可以放松的状态 但如果他们没踢进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紧张 这是世界杯 大家看很多 也蛮多PK12码的比赛 然后很多那种很好的球员 可能在大球会 比过很多赛 可是他们点球也是没有进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技巧 就是心理层面很方便 教练球员详细解说 用说的或许还不清楚 球员们亲自下场做示范 几回攻防各有千球 12码罚球又称点球 除了进去内犯规罚12码之外 一般淘汰赛 如果延长结束仍旧平手 就会透过点球分胜负 五轮决输赢 如果还是平手 则会进入一球输赢的宙死赛 心理战 对就是从其实球员走到 那个点球的那个点之前 其实就可以一直在观察 他的一些延伸或是动作 就可以手门可以猜测 他可能下一步会踢哪一个方向 所以这都是有关心理层面的地方 挡下来就是英雄 但你没挡下来就是理所当然 因为门那么大又很难受 我是习惯踢大力一点 因为我觉得太小力 有点就是可能手边有时候会 就是还来不及扑出去 就刚好被他挡到 大家都在关注你 就是这颗球没进 就是大家都觉得点球 就是理所当然要进 但是其实那个压力很大 所以就是自己要调试好 那个心情 尤其在今年市族 出现了多场PK决胜负的关键 更考验球员心理素质 教练表示12码空防反应时间太短 门将防守就是赌方位 相对的进攻球员也是如此 透过双方的假动作 心理战达到攻防的最终目标 点球压力非常大 根据统计截止到12月9号 世界杯足球赛PK大战388次的攻击 一共有274次进球 成功率约70.6% 从1986年以来 约20%的男子世界杯淘汰赛 以点球定输赢 踢完整场120分钟的疲惫 转化成心理煎熬 进球跟防守间的鼓舞 都是PK战输赢关键 门将或者是其他选手 可能会去干扰这个选手的 这个操刀的节奏 考验者选手们在 面对到这些变数的时候 他所做的反应 以及当下的一个抉择 那有些选手是可能 他踏到那一步的时候 他才发现到说 也许那个潮平 他可能不稳 所以他可能就会有一些 色门上的一些变化 那在这次的世界杯 你就会更能够发现到说 有些选手是属于 两段式的色门 那可能就会说 点球决胜负 一球定输赢 足球场上瞬息万变 谁能在PK当中拿下胜利 心理抗压分高下 TBS王先生的来明 桃园采访报道 台湾市行人地域 在全世界已经出名 在绿灯过马路被撞的事情 也让人心碎 去年台湾每10人 就有0.84名行人命丧路口 而日本是0.49 特别在日本的长野县 没有红绿灯的行人 穿越到很多车辆 依旧会停让 然后让行人先行 比率超过8成 也连续7年 获得全日本第一 其实值得台湾学习 把小黄直接停在路中央 运桨一下车开始怒骂 带鸭神帽的行人 也不是慎油的灯 火气一个比一个还要大 直接在路上护标 再把时间往前推个两天 新北市行人过马路 才刚起步走在斑马线上 右方一辆骚巴朝他开过来 撞上后整个人卡在车底 动弹不得 像是这样的行人交通意外 在台湾几乎天天上演 连国际媒体CNN都认证的 行人地域 不仅安全堪忧 还不利于国际观光客 看看现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理 第44条修正案 针对车辆不离让行人的罚则 最高限行是可以罚到3600元 就算交通部长已经口头宣示 将会从3600元提高到6000元 但这样够了吗 三面车子都把它挡 用红灯把它挡下来 那行人灯的部分就会是绿灯 行人就可以透过那一个石像 可以穿越路口 不仅配合上下学时间 加以客制规范 在校园后门也明确化出 家长接送区 再加上黄色棋盘状的 加强版斑马线 就是要不管是行人还是驾驶 都得要批高警觉 我们依照每个路口 它不同的需求跟这个行人 跟车辆的特性来规划 依照不同的需求来做一个规划 还有这个放大型的行人灯 让长者可以看得比较 比较清楚 另外在没有耗置的这个路口 我们还有试办彩色标记行穿线 让用黄色棋盘格方式 让行穿线的显著性更加的好 这样子 让车辆可以及早来做这个检数 除了在学校的附近 周边加强 只有我们看到在医院的旁边 现在也开始试办这种 延长通行秒数的设施 就是因为考量到有很多老人家 或者是行动不变者 如果要过马路 发现时间不够了 赶快按一下 就能够延长通行秒数 大大增加用路安全 数字跳下 马上多了至少10秒钟 不是故障 而是贴心的小设计 法规的提升 工程的提升 方方面面进化 刻不容缓 尤其台湾交通的不安全 甚至已经成为另类国际共识 包括了澳洲 加拿大 日本与美国 官方国外旅游指南都明确点出台湾的道路乱象 要促请国人注意 而摊开2021年的资料 台湾每10万人就有0.84名行人命丧路口 邻近的日本仅有0.49人 其中日本长野县在没有红绿灯的行人穿越道 车辆依规定停让比率更是超过8成 小学生比如说他们的这种书包啊 或者是帽子啊 都是非常显眼的 其实从小从每个小动作都在注意安全教育 意识在国民之中要比台湾高很多了 日本的在就是大概现在四五十年前 那个时候每年交通事故 大概有将近两万人去世 当时被称为交通战争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加大了这种 整个全社会的教育 这几年差不多的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是两三千人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效果 需要长时间的学校家庭和整体的社会 一起重视交通安全 坚守行的安全 不管是行人还是驾驶 你我都有责 不止法规面 从小的教育到日常议事都得要同步提升 撕掉行人地域的标签 台湾脚步不能再慢 今天新闻中的荣誠文月台辈 采访报道 而台湾现在面临少子化还有高龄化的问题 您想好老有所中了吗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显示 有六成熙六十五岁上的人口 都是独居的状态 已经是常态 如何好好一个人中老成为学问 机构推出了国人安心乐活 想退调查 其实很多退休族群 算算他们的资产 不含房地产都累积了六百九十万元的退休金 但是大家平均预期的金额 是高达九百六十四万元 才能安心的退休 单脚跳绳超俐落 一只脚跳五百下再换脚 不管是原地小跑步 或是靠墙深蹲锻炼核心 护理师谭敦慈边坐边跟我们聊天 也看不见他气喘吁吁 谭敦慈说平常每天出门爬山 下雨天在家也能运动 他说最不希望的事 就是老后带给孩子负担 认为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希望活着每一天都能动 我最羡慕谁 最羡慕伊丽莎白女王 因为她不健康年只有一天 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躺在床上 哇八九年 我觉得不只是对自己是一个折腾 对你的家人更是一个折腾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一个人 尤其很多妈妈会讲 小孩不回来 他就随便这样吃 那我没有 我每天要吃的蛋白质 要吃的纤维 要吃的淀粉 我都是按照这个规则 就是按照国建署我的餐盘 那我现在当然我60岁了 我的蛋白质要达到 那我50公斤 我蛋白质要达到60克 所以我是有按照这样算的 在先生林杰良医生过世后 谭敦慈陪伴孩子长大 大儿子在行医了 小儿子在念医学院 孩子都忙 他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 我去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说 你一个人运动吗 那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 我们运动不是应该一个人吗 我就会觉得说我们的人生 不要跟别人绑在一起 包括你的小孩 的确遇到很多人跟我说 他没办法一个人吃饭 这是让我觉得很压抑的地方 谭敦慈说他不想要依赖孩子 自己可以把自己过好 其实现在未婚单身 独居离婚丧偶 越来越多人或早或晚 都可能成为超单身世代 步入一个人的老后 根据内政部统计 国内单人户占比 过去20年从8.5%增加到14% 增加幅度达到6成4 2021年单独生活户 突破300万户 占总人口的1成3 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统计 老年人口住宅数 109年第一季是57万多户 111年第二季已经有68万多户 独居户更从43万多户 增加到51.7万多户 65岁以上独居成常态 达到7成6 少子高龄话下 专家认为独居独老 是台湾未来的样态 家庭结构从大家庭 走向小家庭 或是走向独居的一人家庭 你要有结婚 你要有家庭 你要有小孩 你才有幸福 这个幸福还是比较回到的 是一个传统刻板的概念 是例如说 你是子孙满堂 你有人可以送终 你有人可以陪伴你 最后最后 帮你什么 处理后事 这些东西都是过往文化 给我们的一个传统的概念 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 为自己决定 最后最后 我需要什么 或我想要什么 这个绝对不会是 只有我们刚刚所讲的 无论是遗嘱 医嘱还是身后事 甚至是最后那十年 二十年 我该怎么样一个人生活 我们医院非常多 最后离开的 最靠近的人是看护 是我们的护理师 这个是我们叫做新的家人 那你也要调试 资商心理师建议 面对独居独老 身心都要做好调试 从早点为退休的经济做准备 到安排退休生活的人际网络 更要培养与自己相处的能力 还有医疗准备和医嘱 而国家社会的长照系统 也要做因应和规划 我们是一个人来到世上 我们也会一个人离开 不管是不是独居独老 都要有把日子过好的能力 以及提前做好身心准备 TVBS新闻张正安 陈如环 王玉杰推不到 国外有研究发现 有失眠困扰的人 出现忧郁症的风险也很高 因此失眠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而且失眠分为入睡困难 或者无法收睡 甚至睡到一半会中断 或者是晚睡还是会早醒醒 很多人都会因此困扰 而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 全球大约40%的人都出现了睡眠问题 而国内的失眠比例也攀升到59.7% 许多人长期深受失眠困扰 因此导致睡眠不足 关键在于夜间无法适当休息 睡眠周期的职业量也会受到干扰 进而影响白天工作甚至是生活人际关系 根据调查显示 台湾成人当中大约有480万人以上 有睡眠问题 其中有10%属于慢性失眠 失眠常见有可能分为原发性 跟刺发性的失眠 原发性的失眠往往跟压力焦虑 环境有关或者是找不太到原因 刺发性的失眠有可能跟忧郁焦虑 或者身体的疾病或跟酒 或者药物的食用有关系 事实上造成失眠的原因 包括一般心理压力 睡前的预期性压力及焦虑 精神因素造成兴奋 担忧或遭受重大打击时 引起的失眠 也有可能是身体不适或环境因素 那我们最近发现说 很多人会使用抗精神药 被当作安眠药 那事实上的话 抗精神药反而是会增加失智的机会 抗精神药本来是拿来治疗精神病 并不是拿来治疗失眠的 失眠不仅是影响睡眠品质 如果睡眠不足 就会过度活化交感神经 与身高血压血糖 增加血管周壮动脉硬化风险 过去曾经统计 台湾光是一年就吃掉 近16亿颗的安眠药 其实目前还有很多 废药物性的治疗方法 能协助搭配 反而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国立成功大学 附设医院首创以护理师为首的 睡眠卫教咨询门诊 透过ACB三个步骤 协助解决失眠的问题 A就是assessment评估 我们首先会透过睡眠评估 了解你目前的 失眠状态是什么样的类型 困难入睡 也就是你躺在床上超过30分钟 还睡不着 入睡之后中间一醒 清晨着醒 最后是醒来之后 你还是觉得很疲倦 而这样的状态 一个礼拜超过三次 持续三个月以上 我们就称作是慢性失眠 C就是classification 确定跟了解 目前的睡眠状态 是不是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B就是behavior intervention 行为介入 简单来说 如果你只是有入睡的困难 这是我们觉得相对好处理的 只要我们时间不要拖太久 我们会协助你找到压力的根源 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调查发现 全台每四人就有一人 有睡眠困扰 轻度失眠的问题 有15%民众有重度失眠 必须使用安眠药 解决睡眠问题 另外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 全球约40%的人出现睡眠问题 而国内失眠比例 也从疫情前的42.9% 攀升至59.7% 有些人是原发现的失眠 并不是因为有一些的其他状况 像犹豫焦虑这个引起的 常常也变得很难缠 不管是入睡困难 常常醒过来 或是醒醒睡睡的 睡得很不安稳 或是一起来就睡不着了 那这些的话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 其实适度的来调整 这个睡眠的药 医师提醒 走入等低强度的身体活动 有助降低失眠状况 有不少人因为服用药物 影响睡眠 因此若有睡眠困扰 因尽速就医 寻求医师诊断 进不了解造成失眠的原因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消费商机来看到 为了提高首客的黏着度 国内的超商双雄 7-11跟全家都推出了订阅制 也就是针对消费者 刚性需求的产品 像是咖啡 鲜奶 面包等等 都肯用优惠价 一次大量的采购 定期补给 自动续购 而这项业绩 也明显带动超商的业绩成长 而超市的龙头全联 也推出了所谓的分批取货 消费者在冷藏柜前滑手机 不是看简讯或上脸书 而是打开APP清单 看看才买过的饮料和生鲜食品 还剩几张提货券 超商龙头7-11 今年初推行动随时取服务 用最低六到七折优惠价 吸引会员定期回购 每天喝的咖啡 美容保健或宠物食品 可用包月方案购买 就连公益捐款也能订阅 每月定期定额 把善款交到社福团体手中 7-11推订阅制不满一年 业绩就成长四倍之多 明显提升会员粘着度 当你会对一个商品 或者是一个品牌 采取订阅的一个行动的时候 也代表你对这个通路 或者是这个品牌的信任度 是比较深的 所以当你进入到 我们的门市的时候 你在领取你的咖啡 或者是你的鲜食的时候 那你可能同步也会购买 其他相关你需要的周边商品 另外一家便利商店业者全家 也抢吃订阅大饼 今年十月更仿效影音串流平台 采一人付费 亲朋好友共享的概念 推出家庭订阅方案 如果说买太多喝不完的话 怎么办呢 那我们在今年其实增加 这个订阅共享的功能里面 我就可以从订阅管理 那去管理说 那我的共享人可以有谁 限定分享的家人好友 可到四千一百家门市 随时兑换牛奶 吐司或生鲜蔬果 全家透过大数据 找出消费者刚性需求 不只提高到电频率 同时增加稳定营收 除了针对个人需求之外 我们也针对家庭的财买者 推出周期购 那他所贩售的就是 店内所没有贩售的商品 那例如像是家庭 他的鲜乳 或是二十四颗装的 这种家庭他的鸡蛋 又或者是猫砂洗木用品 那我们就针对不同商品属性 我们也提供像是周曲或乐曲 这样的服务 国内超市龙头全联 在订阅商机上同样不缺席 会员透过APP 以量饭价格大量采买 又能分批取货 解决东西容易摆到过期 囤货占空间的关键痛点 冷冻的肉类 比如说你原本买的话 这样子三盒是四一四 现在是三二五 整箱卫生纸 冷冻鸡鸭鱼肉 实体店面里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 不少都能用量饭价采买 商品多样化成了全联优势 以目前这个消费者反应比较好的话 就是我们的 以生鲜的商品会反应比较好 那因为生鲜商品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不可能一次带太多回家 冰箱会冰不下去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它的价格弹性也会比较大 所以说消费者在这个价格的优因上 也会比较强 所以我们目前在咖啡 还有在面包 甚至在我们的有些冷冻的一些生鲜肉类的 反应效果都还蛮好的 订阅经济趋势 从报章杂志 衍生到科技产品和消费领售 可说万物皆可订阅 行销专家分析 除了提升品牌忠诚度 对业者而言还有一大利基 现在很多不论从会员 或从订阅制的一个使用程度上面 它最重要的就是希望 借由你的消费来分析你的消费者行为 而分析完消费者行为之后 它可以进而去做更精准的广告推播 那借由这样子来提高你消费的一个金额 或消费的次数 专家分析 未必所有订阅制都能让消费者买单 优化商品和服务 持续创造双赢 将是订阅制的成功关键 TV别新闻罗士鹏 在元丽台北报道 荷兰知名的环保手机 正式进军台湾市场 而这只手机身受欧洲的绿色消费者喜爱 背后的研发团队大多是台湾人 手机的零件是采取模组化设计 所以如果您的荧幕 或是背板主板电池麦克风坏了 都可以自己DIY拆卸 而且它的背盖更使用了 百分之百的回收塑料制成 只要用手把它给搬开 轻轻地搬开 它就可以顺利地拆解了 这是背盖的部分 轻轻一搬 拆下背盖 大小零件像积木一样 消费者可以轻松拆解 用一支螺丝起子就能取下 是一支具有九大模组化的手机 消费者只要透过一支小小的螺丝起子 就可以自行地做拆解与组装 那去轻松地享受到DIY的乐趣 彩模组化设计以组装取代黏合 这支被誉为全球最环保的手机 不只维修方便 拆装过程不用五分钟 重点是耐用可回收 生命周期至少五年 延缓手机太旧换新速度 减少碳排放 与电子废弃物产生 被盖更使用百分百回收塑料制成 它的整个原料 其实都来自于环保回收的材质 加上它模组化的设计 你可以去更换它这个模组 然后整个使用连线的又拉长 又可以减少对环境这个冲击 所以不会像任何一个手机 就是你今天用了两年之后 它可能就坏掉 你可能就要去更换 这里面的零件的废弃物 其实对环境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这些材质 这些技术 其实都来自于台湾的技术和研发团队 所以这里面也彰显了台湾的价值在这里面 这支5G环保手机虽然来自荷兰 但背后主要研发团队大多是台湾人 不少再生塑胶是取自台湾的工业回收物料 当永续浪潮席卷全球 手机也吹起减碳风 像是韩国三星 则是将废弃渔网改造成手机的制造原料 包装上也导入环保材质 苹果则是采购低碳铝金属来制造手机 例如像苹果好了 苹果近年来检缩就算比较知名 从包装上去除塑胶 然后采用回收材料 像Lokia有用回收材料制成 包含像各家厂商其实都会有 原厂会有做救机回收 包括回收 包括回购都有这样子 甚至是整个供应链 他们手机回收回去之后 对于金属零件 对于电子零件的再生跟后处理 这其实大厂有一个大趋势 非要凤是做到比较极端的一个环保 包含像说林主舰可以自己自行维修 那这点还是看大家自己对环保重视 或是一个行销卖点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进入后疫情时代 消费者更换新手机的频率是越来越低 根据研调机构统计 今年平均换机周期将达到43个月 写下历史新高 2022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 也将下修到12.4亿支 与2021年13.39亿支相比 有着不小差距 专家分析要到2023下半年 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场才有望回温 因为我们现在看手机市场 其实在2022年 它还是处于一个衰退的状态 可是明年的话我们认为 大概就有3个%的Y&A成长 它会集中在下半年 因为毕竟来讲整个大环境 经济的状况不是很稳定 那其实大家不管是业界 或者是一般民众 其实对于明年的整个 经济信心指数也不是很高 所以基本上手机属于一个 这种消费心态 比较强烈被影响的一个状态 智慧型手机市场竞争激烈 加上随着环保意识抬头 各家手机大厂 如何落实减碳 绿色消费 势必成未来趋势 TVBS新闻 李国珍 刘彦轩 台北采访报道 他对秘鲁前总统卡斯蒂 约被逮捕的示威行动 目前欺人丧命 由于当地的情势非常的动乱 秘鲁周三宣布 进入竞技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向新冠肺炎 列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到了明年就要满三年了 社会的秘书长谭德赛表示 明年有机会排除 北京除了发伤门证跟药局 大排长龙 现在连殡仪馆都仍满为患 这几天殡仪馆已经成了 24小时运作 顶着零下两度的寒冷天气 北京东郊殡仪馆车辆大排长龙 家属不耐久后纷纷下车询问 还要排多久 今天到几点啊 到几点下班啊 我们一休都不休息 一休都不休息 今天要看我们这排这个 20小时不休息 只能进三个家属 只能进三个家属 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守在栅栏前 等待里头空出一位 再放一辆车进入 还得忙着跟家属解释 平常下午五点就关门的殡仪馆 这两天因为消化不完 改成24小时运作 葬仪社人员告诉我们 里头的冰柜全满 八个火化炉全开 这现在冰库还有的什么 医院的死者 还能确认是否为确诊者 但家里过失者比较棘手 除此之外 由于北京的殡仪馆 很多工作人员也确诊 导致人力严重短缺 加上政府要求确诊的死者 要尽速火化 难怪北京的殡仪馆 只能展开全天候处理 根据了解 光12月11号当天 北京打120救护车的人数 3.1万人次 比平时多了6倍 这些都给医疗和殡葬业 带来极大的负担 TVBS新闻陈旭一 陈向如北京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